好,新能源車是全球邁向碳中和目標 交通工具最重要的轉型升級 各家車廠都積極佈局下一個十年的電車時代 希望在汽車產業版圖洗牌的關鍵時刻 先卡個好位子 而說到了中國的電動車 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印象就是便宜兩個字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做便宜治百病 無懈可及的定價策略跟絕佳的CP值性價比 恰恰成為了中國廠商進攻海外市場的最強武器 而這個原因要說回到2020年的7月 當時中國的上汽通用開賣了一款規格簡陋 但售價只要3萬塊人民幣出頭的車款 成為了Game Changer 它就是武林宏光Mini EV 價格便宜加上中國車輛監管政策的影響 讓這款車子瞬間熱賣 登上了當年全中國最暢銷的電動車 還被冠上了中國國民神車的外號 成功的原因就是它開創了一個破格的產品線 當年問世市場上幾乎沒有相對應的競品 不過大家都知道中國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什麼東西厲害我就操什麼 所以包括後來相繼推出的吉利汽車熊貓Mini 長安汽車的盧敏還有比亞迪的海鷗 都紛紛搶進微型電動車的市場 而且滿足內銷還不夠 這些小車更是中國車廠進軍海外的利器 比如說歐洲市場 有些國家限制微型電動車最高時速只有45公里 在法國你年滿14歲就能開了 而還不需要考駕照 在空間許可的前提下 很多人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個方便便宜的選擇 那另一項利多就是跟著大政策的方向走 歐洲的主要城市現在都有一些低碳排的交通區 跟零碳排的交通區這樣的設計 那這個時候純電的微型車就是暢通無阻 還能夠遮風避雨的通勤好物 雖然這種車型因為駕駛的文化 還有關稅降低利潤的關係 在一些市場像是美國或是台灣 是很難做出驚人之舉 不過在北美以外的市場 包括剛才提到的歐洲、印度 或者是東南亞這些區域 平價且技術成熟的中國微型電動車 就像到了一個沒有天敵的外來物種 是很有機會另闢一個純電車的新戰場 以上就是這節的環宇大話題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先進去 再次按進去 按進去 感谢观看